首都银行圣诞聚餐于上周六在雅院举行 全体行员都非常珍惜这次仍在首都银行名下所举办的最后一次聚餐 12月16号首都银行将进行最后一次董事会议 若通过决议 1月16号将并入华美银行展开全新的面貌为华人继续服务 当天三大关键人物董事长王敦正 执行总裁李敏通 总经理戴建明都陆续上台做了感性的致辞 首都银行今年的内部员工参会 上周六在雅院举行了最后一次圣诞参会 依依不舍的员工们一有机会就赶紧拍照留念 因为明年的1月16号首都银行将并入华美银行 首都银行也将会成为历史名词 因此今年的圣诞参会也格外温馨感人 董事长王敦正首先上台 感谢所有员工二十多年来对首都银行的奉献 I'll be 70 next year so I'll be retired This will be my last one But you can call me anytime for the Christmas party I always like to come And thank you for so many years This is the most wonderful day today And I have to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Because the bank it all depends on you The last few years almost not too much Because I'm slow down I cannot catch up you guys 同时也对执行总裁李敏通和总经理戴建民 能够带领首都一路成长至今 表达了个人最高的敬意 总裁李敏通也有着自己感性的诠释 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变化 可是唯一我们可以把握住的 就是我们的友谊 跟我们彼此之间的信赖 所以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 我特别谢谢各位 首都银行实在是在各位的支持之下 跟照顾之下有今天的发展 谢谢 今年虽然是首都银行最后一次圣诞餐会 但并不代表是首都银行的终点 而是为全体员工开启了新的里程碑 进入华民银行之后 原有的团队人员将具备更多的资源 和更高的服务品质来继续为华人服务 将鼠东银行以全新的面貌和乔舍见面 因此当天的晚宴不但见不到离情依依的伤感 反而让人们凝聚了一股更团结的气氛迎接未来 总经理戴建民在岁末年中之际 仍然带着无比感激之情向乔舍拜年 各位美南国际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首都银行总裁戴建民 今天在此很高兴跟大家 恭贺圣诞快乐跟新年快乐 首都银行感谢休斯顿的社区 这25年来对首都银行的照顾 我们也做了很多社区的贡献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继续在此跟大家拜个年 恭喜发财 健康快乐 谢谢 晚宴当天乐队一曲曲动人的演奏 大家在美酒佳肴当前 户地情谊 联络感情 圣诞树上挂满了象征吉祥喜气的红包 丰富的奖品包含了36寸的大电视 是首都银行成立20多年来 最后一次感谢所有工作人员的心意 大屏幕上放着一张张银行过去的活动的换影片 不断地唤起大家一起工作的美好回忆 提醒着全体员工赶紧准备迎接好未来更多的挑战 感谢观看